那種一來就A又高 You know Hallou 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就跟我講中文就好了 還是很喜歡一直跟我講英文 我的表情真的是這樣 明天影片的主題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好玩的主題 叫做那些年我遇過的怪人 哈哈 首先第一種叫做 重陽內外的怪人 因為我是混血人的關係 所以呢 很多那種想要認識外國人的朋友 就會想要來認識我 那我覺得其實這沒有什麼不好 不過呢 我通常都會很老實的說 可是我其實是台灣人 我是土生土長的 我其實沒有這麼外國人 而且我中文超級好 可是他們還是沒有要放過我的意思 他們還是很喜歡 一直跟我講英文 如果你英文很好就算了 或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練習英文就算了 可是呢 有些人他們不是 他們是真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走在路上 他們會希望大家覺得他認識一個外國人 所以就一直跟我講一些 我其實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因為我就是台灣腔太重的英文 我有時候其實會 需要多聽個幾次才聽得懂 然後他們就一直跟我講 然後我的表情真的是這樣 哦 傻眼你在講什麼 我聽不懂 我真的聽不懂 然後我就說 啊你可以講中文嗎 還是沒有要放過 還是要講 或是那種 一來就 欸 Yo girl You know 什麼什麼之類的 HELLO 我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就跟我講中文就好了 好這種就算了 然後還有那種 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說什麼 其實我很了解那個黑人的文化 哦 我 我身為一個黑人混型 我都不覺得我了解黑人的文化 你跟我說 你很了解黑人的文化 然後開始在那邊播 就是一些MV啊 就像什麼 This is America 然後就說 我平常都看這個 我平常都看這個怎麼 很厲害嗎 還是 你想我稱讚你嗎 還是怎樣 你覺得你看完一個什麼 VANGA 就了解台灣人的文化嗎 欸 文化這個東西沒有那麼簡單耶 我覺得你說 如果你說 你很想了解 或是 你對這個文化很有興趣 我對他絕對比較合理 你跟我說 欸 我很了解黑人的文化 要不要聽一下 你自己在講 我真的 好煩哦 你們不要在那裡煩我了好不好 拜託你們正常一點啦 而且有些人 他們會有一個優越感 就是 我今天 我很了解這些文化 我跟一般人 台灣人不一樣 或是我今天都聽了什麼 Travis Scott啊 或是什麼 Roddy Rich啊 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 我知道你懂音樂很好 你不要拿這個出來炫耀 這沒有什麼好炫耀的 你們不能這樣子 怪 你們真的超怪的 我每次跟你們講話 我都很想要逃離現場 好 再來第二種 第二種我們要談論的怪人呢 叫做 蝦妹 有時候跟朋友去一些酒局 然後我們就會遇到那種 我常會不好 不能喝酒 那你來幹嘛 或是那種 這裡好冷喔 可以跟你借外套嗎 然後我剛剛 那我外套借你嗎 我說 我要那個男生 拜託你回家好不好 或是那種 我們一群人裡面 他跑去跟男生講話 那些女生會不喜歡我 好像跟男生比較玩的來 那些男生也沒有很想理你 沒有很漂亮 然後或是那種 我覺得那些男生好像喜歡我 怎麼辦 我已經有玩過了 姐沒有人在跟你鬧 好煩 你真的好煩喔 就是那種很喜歡插話的 就是比如說 我在跟一個男生講話 假設那個男生就說 小明好了 我通常我跟小明講話的方式 都會是 哇 瘦神經病喔 被用 之類的嘛 然後這時候 這個蝦妹就會走過來說 小明在幹嘛 你不要一直用他啦 欸我 我需要你嗎 我需要你幫我嗎 我很怕我被他們影響 我很怕有一天我自己會變成蝦妹 我會很想要打死我自己 我真的會給自己 50個巴掌還不夠 你們真的 請加油 第三種我很常遇到的怪人 叫做 約炮男 我覺得約炮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約炮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 可是你可以有禮貌一點嗎 又是因為我是混血兒的關係 大家可能都覺得我很開放 可是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我 跟我講話 你們知道嗎 我有時候早上起床 然後我可能就開Tinder 我每次開Tinder都會抱著一種 今天可能會有愛情來敲門的那種形態 結果我每次打開10個裡面有9個是那種 欸看起來很肉喔 感覺會夾喔 感覺撞你 感覺很爽喔 為什麼今天可以來場刺激的約會喔 為什麼之類的 欸你們到底想怎樣 你這樣被我打 真的 我可能懷你們愛心是覺得 可以交朋友 我不要跟你們打炮 請你們尊重我 有時候真的 我打開聽得我會反胃 我會很想嘔吐欸 欸我沒有在開Tinder 我真的遇到很多這種 你們真的可以尊重我下門 我是女生欸 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講話啊 翻死 會不會打 其實我還蠻好奇是因為 我是混血兒的關係 所以才會遇到很多這種人 還是每一個女生都會遇到 因為我覺得這種真的很沒禮貌 欸你要約炮 你要有禮貌 那意思是說 很喜歡利用人的怪人 因為我們讀表演藝術科 可能身邊很多人都是那種粉絲很多啊 在自己的領域上面很優秀的人 那有時候 可能我們今天全部的人都剛好在一個局 有我啊 有一些網紅啊 可能一些舞蹈老師啊 什麼各式各樣的 然後有一些人 他們只跟網紅打交道 超沒禮貌 而且超級明顯的 就是我們大家 全部都坐在一個包廂裡面 假如說這個網紅人叫小明好不好 小明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那開始吧 然後就開始跟小明說 小明我可以喝酒 小明我真的覺得我跟你聊人了啦 我下次再一起去 那什麼什麼的啊 啊今天是我跟小明一起去 因為我跟小明是好朋友 你的眼睛裡面看不到我嗎 你真的很沒有禮貌欸 而且今天是我跟小明一起去 其實就是我想要跟小明玩了 啊你就從頭到一直夾在中間就好了 你不想跟我拍照 我也不想跟你聊天 請你離開 有些這種人真的很討厭啊 然後利用完就拋掉 可能這個小明他跟他聊完 然後有另外一個更紅的小A 小A來的 然後跑去小A 我要跟你拍照嗎 小A你最近是不是有拍那個網路劇 或什麼MV 小A表示 誰在乎你 我真的太討厭了 好再來第五種就做 只愛講自己是不愛聽別人的故事的怪人 所以我名字好長喔 直接講破 所以有些人他們就是很愛講自己的故事 欸然後我跟我男朋友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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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我的朋友們都是那種 很多東西就是開玩笑帶過就好 就比如說 欸你知道我昨天跟我男朋友 吵架欸 他說喔是喔 啊誰帶過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就帶過 可是他就會說 你知道我昨天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然後我們就說 喔所以我誰在乎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白癡喔 啊他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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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聽聽聽聽 然後想說喔好 那你要認真討論好啊 那我也來說 我昨天又跟我男朋友也講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啊 啊我男朋友才怎樣怎樣怎樣 欸 你要講你的 可是我不想聽 你可以去找想聽的人啊 可是沒有啊 他還是要 他還是跳舞 我覺得這種人真的自己要檢討一下 因為這種人通常都是真的比較 不是想一點 就是你們是真的感覺不到別人不想聽 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感覺得到一下 而且你的故事都不好笑 給你加一些好笑的元素啊 這樣可能 可能我們會比較想聽 好啦 隨便好了 反正以上呢 就是我身邊遇到的一些怪人 台灣答應秀 才見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你有發現其他更取造工錢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答應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